港鐵授票機找多了錢 這次還不發財? 網上瘋傳一條短片 說港鐵旺角站裡 竟然有一部授票機長期找錯錢 好像港鐵Jetport機一樣 OK 收工 我們星期一早就去了測試 港鐵旺角站裡的三部授票機 發現編號93的授票機 出現找錯錢的情況 我們連續四次進入總值6元的硬幣 來買價值5.5元 由旺角去尖沙咀的車票 而在第二次買票的時候 竟然找了2.5元 即是找多了2元 不過我們發現 那部授票機不是每次都找錯錢 中獎機會好像不太大 你會不會每次來旺角都要試一下 這部機去撞運 當然 我們向港鐵職員查詢 起初他的估計 可能是上一個用的人 未拿回找續的錢所指 但我們就說 是連買幾張車票那時候 出現找錯錢的情況 肯定之前已經拿了所有錢走 港鐵職員就說 不知為何 不知為何 我和NTV都沒有電視新聞台報道 沒有電視新聞台報道 我們要去查理